你好,又回到小生財之外理財 我是Derek 我是Gary 今天沒有辦法,太好天氣 無論如何都錄了幾集 天氣很長 因為夏天溫哥華的天氣是很吸引 當然你說Edmonton也不錯 Edmonton也很熱 熱於這裏,二十多度,二十多度三十度 但會否持續,很多個月都很熱 兩個月左右 他們內陸的天氣熱得比溫哥華 熱得穩定比溫哥華 一年四季很明顯 不是有些朋友說十個月都很冷 不是的 那些人根本是加拿大,甚麼都未知 在我們的系列,我們不說這些 我們是好東西來的 好,我們今次是第六集 System II第六集 沒錯 上次解答了一些 聽眾 不是 上次解答了一些觀眾的問題 關於保險 或者一些 我們很頭痛的 油檔保險 油檔是投資 這一集我們會講一些 其實我覺得挺實在,挺幫到手的 就是借錢投資 按揭買樓 這些相關的關係 究竟我如何在加拿大用得其所 而做到達至有稅務上的優惠呢 沒錯,是一個很特別的概念 我自己都在用 不如事不宜遲 大家慢慢研究 Let's go 那邊 好 好 各位好 各位朋友也好 是 好,小身材之外理財 第六集 System II 你有沒有拍多幾個Season 好像別人的Netflix那樣呢 絕對可以啦 我們或是加些美女主持 遲些 你會騙我嗎 你說有 你來到這裏這麼多年 找幾個美女主持也好 沒有辦法 看著美女主持也好 好 言歸正傳 一講到加拿大投資 給我的感覺 或者很多人的感覺 都是一個字悶 沒有什麼新意 一講投資 當然人們想 華爾街 想香港 舊刺激 以及多款式 沒錯 來到這裏 因為有稅的因素 往往只是 賺這麼多 我又要跟政府分 分中分一半 給政府 覺得感覺不爽 所以一講到剛才我們 在聚員的時候說 借錢投資 又跟案件有什麼關係 其實 這是什麼的 胡蘿賣什麼藥呢 興不興呢 其實加拿大 都有的 我覺得選擇都要足夠 你講真的 在香港 就算你說很多 投資工具也好 其實 老實說 說一句 我們大家做這個行業 香港有很多投資產品 客人做了都選手 是不是 你說這件事好笑 可以分享 我以前的老闆說 純粹個人意見 說 旗子 炒旗子 最初的人以為很簡單 市上升就買升 市上升就買跌就買跌 其實 這麼簡單 就不會那麼多人輸錢 他也是借錢的 很多少說 十個打直入去的 十九個打橫分出來的 就像我們行內人這樣說 有些人 有些產品 認識的就不會買 買的 就不會認識的了 真的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在加拿大 雖然不是選擇少 但其實亦都是代表 那些洞比較少 少讓你踩下去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那些是比較 plain的 比較 straight forward 即是可能做一下基金 你懂得買股票的 自己開個基金 開個股票戶口 很簡單 online去循環 可能有一些甚至投資項目 各有風險 但選擇的確不多 但剛才你說到的那些 就是一些比較穩中求勝 好像買一下基金那類型 但是 原來加拿大 都可以用借錢來做投資 那個好處是甚麼呢 那個好處是 因為加拿大政府 在你的投資裏面 到你一意識到 投資的時候 你是賺的 它會有稅收的 所以其實大家看過我們節目都知道 我經常提及 Capital Gain, Capital Gain, Capital Gain Capital Gain, Capital Gain, Capital Gain 因為Capital Gain 是一張五折卡 永遠都有一個半價 所以你也看得出 加拿大政府都是鼓勵市民去做投資 OK 它真的是鼓勵 但是它亦都會給予一些 叫做advantage 雖然說加拿大是萬稅國家 但其實亦都 reasonable 某程度上 OK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你會交稅給它 它亦都可以讓你 將當中的成本 扣出來 扣出來 我可能借了一筆錢來做一個投資 而這個借錢的過程裏面 我要給利息 那些利息直接來說 其實是reduce 了我的真正利潤 以及你的trading fee 可以減少 所以這些就是report是一個 deduction 剛才我們在錄影之前 都說過其中一個 很多香港人 有機會可以用得著的 就是甚麼呢 我在香港買了東西 買了一層樓 我來到都要住的 香港人很喜歡 我都要買一層樓 最基本 做mortgage 沒錯 我想這也是很 普通的 我買一層100萬的樓 最多可以借到 我當 不要說六成 我當一半 我借50萬 自己下50萬 就用 收取一些錢 做首期 我另外拿了50萬 我可能純身要用 又或者我拿去做投資 我找Gary 和 Daryl 去做投資 都沒問題 有甚麼問題 怎樣做好些呢 這個方法 首先當然 做投資 我們選擇甚麼類型的投資 或者基金 根據你自己的風險 和你做風險評估 這些基本 然後 再去選擇那類型基金 但是原來 在這個過程裏面 當你來到加拿大之後 你怎樣設定資產 原來都會有一些 Tax Implication OK 例如 其實我們都知道 正如剛才所說 你做投資的成本 可以write off 即是好像有些 interest 但喂 我剛才過來加拿大 人生路不熟 當然先設定了家人 買了房子給他們 是呀,正常的 所以那塊錢我才拿去做投資 但是 好了 如果我買房子的同時 我可能 打算都會做一個 Mortgage 因為騰空一些資金 讓我可以用來做投資 以及 不需要一次過把成本身家丟進去 尤其初人生路不熟 錢當然是拿在自己手 你爭他好過他爭你 對吧 所以 做 Mortgage 是不奇怪 很 common的 我都接觸很多朋友 香港人都做乖 Mortgage 是的,盡借 錢是拿自己手做什麼投資 但是問題是 當我自住的房子做 Mortgage 當中的利息 就不是Tax Deductible 記住,因為自住屋 亦不需要Tax來 如果賺錢 所以利息亦不能扣稅 記住這件事 但是原來在程序上 稍作調節 就可以令利息變成可以扣稅 大家留心聽著 這個很重要 這些全部都是合法的過程 首先問題是 如果假設你最初買了一間屋 你可能說Garry,其實我有錢 100萬的房子或者50萬的房子 我買得起 我扔了一塊錢去買 買完之後 我看得到 其實有哪一類型投資我想去做 其實你可以怎樣做呢 你在你本身的物業裏面 就跟銀行翻案 翻案 或者這裏做按揭 就當然 就像香港那樣做 Mortgage Income Proof 但是原來除了這個按揭之外 有一樣東西叫有抵押貸款 加拿大 有抵押的信用額 我們香港叫循環 循環貸款 但是用一間樓來做抵押 如果銀行批到給你的 你才在裏面拿那塊錢出來做投資 在這個過程裏面 就能夠正確 你這個交易 這個 Mortgage Loan 是拿些錢來做投資 換言之 因為這個投資 而衍生的 Mortgage 利息 就變成 Tax Deductible 當然有些基本的規矩 你要知道的就是 第一,你的次序上 你一定是Pay up 了層樓 層樓全Pay 然後你可能會花多少少律師費 因為你要另外拿一張契機出來 然後還給回銀行 可能會多少少律師費 但是是正確的 第二就是 那塊錢 拿出來了 你要做投資 不要打散它 太複雜 一些我拿出來吃的 一些我拿出來玩的 一些我拿出來去旅行的 只剩下少少 才投資 我們都會提議 我拿了30萬出來 我30萬有個audit trail 給水谷看得回 我這30萬 是全部放進去投資的 沒錯 一清二楚 我這30萬借出來 全部30萬 Generate 出來的interest expenses 都是拿去investment 我這個投資 所賺回來的gain 當然是報稅 但是我那30萬 整整30萬的interest 都可以用來扣稅 你打散的話 挺麻煩的 沒錯 所以你看得到這個程序 當像剛才你所說 我其實買了一間100萬的樓 我原先是不是都打算跟銀行借錢 不如過來之前我們先做了一個mortgage 做了一個50萬的mortgage 那個利息就不會是tax deductible 但反過來 當我pay了一間樓 然後才再去翻案 再借那50萬出來 再去做投資 這個就justify 變成這50萬 完全100%的利息是tax deductible 亦都 同樣地 什麼是tax deductible 換言之可以降低你的income tax 沒錯 Garry 你之前都說過和我們研究過 除了我用一層樓之外 其實是否還有其他辦法呢 可以 沒錯 其實雖然加拿大好像一個比較保守的地方 但是其實做投資都有很多方法 除了拿一間樓來翻案 其實加拿大亦都有很多的investment bank 他們是和一些基金公司合作 可以就是他批出了一個貸款直接去買基金公司的基金 而這種形式 是可以up to 100%的leverage 我猜不到 這裏也有這樣的東西 是不錯的 我都有些出奇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想 如果有些人在香港炒孖展 其實也有某個比例 如果銀碼不太高 一般來說可以up to 30 萬左右 都挺多 可以100%借 換言之你連本金都不用 你只付利息就行了 但是當然是否買都是他們公司本身的基金 他們提供的 那些都是一些漂亮的基金 和一些很大陸的東西 不是給你一些垃圾 或者不會我借來買一些很高風險 好像期貨 相關那類型 因為那些眨眼 一個上落就已經很大風險 這些全部都是買一些比較moderate 我們叫moderate 一些溫和的大籃籌基金 你可以在銀行找得到 不是一些特別大風險 但是那些主要是甚麼呢 有很多人初頭來 未有很高的入息 收入 又或者那個reference check 那個history 也有可能可以做到 但當然正如剛才所說 如果你100%借貸 當然他要看income 你來加拿大 如果你有份工作 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在加拿大會打工 你會有一個income proof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在香港 剛剛來到 我都是有些鬆動的資金 但是當然 做投資 用別人的錢 比用自己的錢 是不是 阿成哥都是這樣發達的 不做生意都是這樣 要每次都是拿現金的 你有多少錢可以賺回 所以 你在這個投資的過程來講 原來他亦可以offer 別的選擇 雖然當然 理論上最好就是100%借貸 我只是給利息 而利息是多少呢 又不是很貴的 在加拿大 現在是2021年6月份 他的investment loan interest rate 一般 每一間行可能有些不同 但通常都是 通常是一個prime rate plus0.75 prime rate現在是2.45 加0.75 大概是3.2 換言之3.2% 你當作 roughly 而你肯給利息 他可以借100%給你 但問題回到剛才的例子 如果有很多剛剛過來移民的朋友 他都仍未有credit record 但他又想做下這一類型的投資 那怎樣呢 那些基金公司 Sorry 這些investment bank 他可以offer別的選擇 你去給一個deposit 你給一個deposit 給一個按金 他可以借錢給你 他通常有三個option 有一些叫one for one 即是一對一 或者一對二 一對三 即是相對比起的deposit 沒錯 例如說 我可能說 我初頭來加拿大 我可能有份工 或者沒有份工也好 但是我想去做一個40萬的投資 但是他又不肯一次過借40萬給我 他可能offer一個deposit 可能要求你給一個deposit 你放10萬 借30萬 一晚就給了30倍 是的 這些叫one for three 如果你再 又或者有些情形 他肯批得 如果他覺得你那個 他不相信你的 要你放多少少的 可能one for two 即是你放10萬 他借20萬 即是總共做一個30萬的investment OK 又或者one for one 即是你放10萬 他借10萬 就做一個20萬的investment OK 都一樣有得走棧 這些形式都是在加拿大 我們可以做得到一些比較好的回報 就是靠leverage OK 當然investment的return 亦都要視乎我們所選的基金 風險程度 或者回報 地區性 當然 我和Gary 提出來都是一個 意見 或者是一個 idea 最終因人而異的 絕對要看回你本身的投資經驗 你那個風險承受的能力 等等 千萬不要說 Garry 和Darry 這樣說 我來過當然是視盡他 千萬不要說 我們並不鼓勵 純粹是一個idea 告訴大家 原來加拿大 我們很多時候說 比較保守 比較悶 比較穩定的一個地方 原來都有一些 我們估不到 可能那個回報 或者比較 刺激度高一點的投資方法 他和SORRY 他跟香港有少許不同 No Margin Call 好還是不好 No Margin Call 當然是好 你做投資也有少許 Bunky Up and Down 他不會突然抓你去補倉 再說 我們那些 都不是很大的上落 我們買的都不是很大的上落 但Margin Call 他覺得好 我覺得不好 Margin Call 其實有某程度上 我覺得是好事 CALL 說有些什麼我斬了 我輸極有限 你沒有Margin Call 我輸得入獄 這個就是個人看的方法 我們那些溫和的東西來 讓大家知道 讓大家知道多小事 我們絕對不是去推介任何產品 純粹讓你了解到 原來加拿大其實有不同類型的投資模式 這是最主要的目的 我相信今天的分享也差不多 這集挺有趣的 如果在當中有什麼特別問題 也歡迎聯絡我們 當然了 小新才之外理財 我們的系列 記得分享 點讚 OK 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嗎 下次再和大家慢慢聊 就是這樣吧 拜拜 拜拜